人無恥辯無敵這句我在這兩個月內經常提及到一句話 多數我會套用在一個香港政府身上 但原來在Youtuber裡面都可以套用 而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叫陳怡的香港Youtuber 他是什麼人? 看一看主業 好了 大家清楚了沒有? 話說這一名的Youtuber就在7月22日出了一條影片 名字就叫做721元朗西鐵站黑白混戰元朗西鐵站 的一條影片就講述了他對721元朗西鐵站的一些事件的評價 或者是評論等等 然後發覺原來我剛才講過一句話 套在這個Youtuber身上簡直是最適合不過 簡短講講他這條影片講了什麼 他就覺得是林卓廷帶一班示威者去到這個元朗西鐵站 是一個鮮鳥者戰的行為 還有就是衝進這個車廂裡面是女街坊的行為 並且覺得他的比例就是衝進別人的家裡 他也有說其實示威者做的事跟白衣市民做的事是一樣的 在影片裡面他有一句說話 也有某部分人經常都會用到一句說話 一個辯駁 就是說有事就找警察 沒有事就叫黑警 我心想還覺得出這些說話的人其實是不是低能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首先警察是一份工作一份職業 他的職責就是為了維持社會的安寧 社會的治安是一個執法的機關 而你跟我說不需要找警察 第二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份工作是一份職業 當然會有人工 你收得人錢你需要做些事嗎 即是收完人錢不用工作 受人錢再替人消除 我相信這句大家都聽過 也不需要我特別解釋 第三 為什麼要叫人做黑警 就是因為警察做了一些不公義的事 這麼簡單 不過看他們都不會明白 一個只懂得說叫雞叫鴨的人 又怎會明白這些說話 之後他也有引用的網上圖片 就是打狗狗call的時候打不通 他說林翠玲帶了一群人到元朗站 入到別人的地頭 然後他也是說仙鳥者戰 並且表示他們兩邊的人 都是同類人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所謂的行為 好大分別 白衫那些 他究竟有沒有認真看 他有沒有認真看過 有什麼分別 白衫那些是見人打 大老婆打 記者打 打到頭破血流 打到頭破血流 都未停 那分別 你看不出 證明可能你真的有一點點 眼睛上 可能視力不太好 我想你要看一看眼科醫生 那些會好些 最後都想說一下他這條影片 究竟說了一些什麼重點 他的重點其實是想說 施襲者用暴力 反而是被施襲者那個人不對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說其實他整條影片 一直都在說 是先寮者戰這個字眼 先寮者戰這個詞語 並且完全沒有說過白衫那些人 是錯有犯法的地方 他沒有說過的 情況就好像印度一樣 印度就非常多一些強姦 過往發生 那個人可能強姦是一個女仔 那些人就不是怪那個男人 是直接怪那個女仔 那這個究竟是什麼價值觀呢 我想不需要特別說 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這個價值觀有沒有問題 好了 回到最開始的說話 就是人無恥變無敵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人 是適合用這句話呢 大概一個月之前 也是香港比較屬於 繃緊和緊張的時間點 這位Youtuber出了很多 關於修訂逃犯條例的一個影片 大概都有十萬以上 每條都 有兩條就50萬 一條就40萬 基本上在香港的市場來說 這個位置觀望次數是非常可觀 非常樂觀的 亦都為他的頻道 但是是一個可觀的收入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他現在的形態 其實是跟WiseGum的情況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講過的話就再聽多一次 各位 WiseGum就是曾經來過香港搞事的人 搞了什麼事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侮辱香港人 OK 那為什麼會造就WiseGum這個影片風格呢 就是有一條影片 令到他開始轉變 開始以這些美式開玩笑 去拍一些影片 或者羞辱別人 去為主題的一些影片 其實這位Youtuber 其實都是在做相同的事情 最後都想說一點點 基本上Youtuber 做了什麼影片風格 其實我都不會特別去管 但是如果你說 你的影片內容 是輸送一些錯誤的價值觀的話 基本上我就一定會說 我會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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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 我有一條影片 比賽